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5月31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来 增幅股海共創雙贏 台北股市今天是繼續的往上來做反攻 指數的部分開高收高 收盤大漲197點 收在17068的位置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我相信你會發現 今天的指數雖然是繼續的往上攻 可是如果買錯了股票 一樣又要賠錢了 有沒有 包括了上航運股散裝航運 上個禮拜叮嚀過大家 散裝航運的報價 BDI指數已經開始回跌 反彈是要站在賣方的 今天新興開高走低 域民開高走低 包括我們上個禮拜也做過短空的會洋KY 也是開高走低 包括了生技股的部分 大家想說這一次大家這個 國產疫苗快要解盲了 蔡英文還下了500萬的訂單 給這些國產疫苗廠商 結果看到了高端疫苗 反而殺到跌停 上個禮拜提醒過有大戶在出貨的 像台藥 今天也是開高走低 盤中一度也殺到跌停下去 當然你如果在今天指數大漲 做錯了股票一樣會賠錢 可是相較之下 憲榮老師來看一看今天怎麼樣 繼續利用快打當衝作戰的方式 來幫會員朋友掌握賺錢機會 今天指數開高收高 我們順勢操作做短多 短多就指的是先買 但是要買對股票 鎖定的標的 是我們上個禮拜曾經也鎖定過的 8046的藍電 還記得我講過ABF的產能利用率 已經達到滿載100% 訂單能監度甚至長達12個月 研判價格會逐漸上漲 不過重點是在技術面 今天又出現了 當股價開高一度拉回 做個洗盤兼右空完畢之後 又有大戶洗完盤再度進貨跡象 轉強訊號出現 所以今天建議會員朋友 8046的藍電 我們再度採取短多 短多就是當衝要先買再來賣 這是今天的一個操作 你看當時9點57分的時候 股價在324.5 9點57分我們建議大家 快打當衝標的 注意今天這一檔做短多 8046的藍電 南電短線技術面轉強了 所以我們定價325以下到324之間 那時候股價在324.5 我們325以下先做買進 停損目標也都定下來 所以你看到今天跟著憲榮老師 定在325以下都有機會買到 買完之後 接下來股價就開始震盪走高上去 到了11點左右我們也不貪心 那時候這地方10點54分 找盤我們買在325以下 8046的藍電 市價已經來到325的價位了 我們建議大家可以在332.5以上 開始分批來做賣出 獲利來做入貸為安 後來最高還來到336 338的價位 目標順利達正 那這地方當然如果有賣得更高 恭喜你 但是我們還是用這地方332.5來做計算 你說這樣可以賺多少 假設找盤你買325 買個四張 這樣100萬出頭對不對 買個四張 一張7500 四張下起來 剛好就3萬塊以上 今天又有很多朋友 利用快打當衝作戰標的 我們唯一當衝股8046的藍電 再幫會員朋友掌握了一天 加薪個3萬以上的機會 一天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快打當衝 重點是在方法 證明了能夠去找到正確方法的時候 複雜的是我們把它變簡單了 把簡單再來變重複 把重複變得更好 憲榮老師每天就是在重複我們的專業操盤SOP 第一步觀察好盤式決定多空之後 選出符合條件的個股 在確認轉折時才果斷出手 最後遵守機率理性操作 當天進當天出 就是這樣的原則之下 每天利用快打當衝作戰 穩中求勝的要來繼續幫助或員朋友 利用當衝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那不是今天賺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以來 從5月21號上上禮拜五 我們同樣是做南電 同樣是發現大戶洗完盤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 短多先買 對不對 那一天是買在早盤303的一個價位 拉高上去31以上賣出 最高回來來到313 那一天是8塊以上價差 4張也是32000以上 對不對 再來看到包括了2031的星光鋼上禮拜一 發現有大戶在出貨轉弱訊號做個短空 那一天幫助或員朋友 早盤賣在60.5 殺下去59以下買回 最低來到57.8 1塊半以上的價差20張 也是加薪個3萬以上 躺起來 禮拜二上禮拜二做個中紅 也是大戶在利多線報之下 趁機在出貨被我們發現 做個短空 那一天早盤賣在平均45.6 殺下去這地方43.8以下買回 那一天是賺了多少 賺了這地方1塊8以上的價差 25張很多人幫自己加薪個3萬5 躺起來 那禮拜四做金豪科 那一天賺的少一點 也有這地方2塊價差 8張有1萬6左右 不務小補 禮拜四做會陽 那一天這地方也是先賣後買 賺個7毛價差少一點 但是這個做個15張 也有1萬塊左右 對不對 這個禮拜五做台藥 大戶反手出貨了 升氣股 提醒大家要小心了 轉弱訊號出來 短空先賣 那一天一口氣3塊以上價差 100萬做10張又是3萬以上 所以你看到我們就是這樣 今天南電 持續在利用正確的方法 不斷的複製成功的模式 把複雜的事變簡單 把簡單變重複 把重複做得更好 就是這樣一檔一檔的賺下去 當然我不可能保證你天天都賺 但是你看到憲龍老師 這個月2021年5月份 從5月3號做天律一龍點開始 總共累積下來11勝5負 每一筆有賺沒有賺 碰到停損 我都跟大家誠實報告過 對不對 這一波從5月21號以來 更是創下七連勝的佳績 累積下來 贏虧相底賺的扣掉賠的之後 5月份的盤勢大家也知道 劇烈震盪 先狂殺2500點 再反彈1000多點 如果說不會做 很容易追災高檔 殺災低檔 受傷慘重 可是我們就是利用快打 當衝作戰的方式 每天來穩中求勝 穩扎穩打之下 這個月累積投報率 贏虧相底賺的扣掉賠的之後 23.9% 等於假設每一檔 會員朋友都是用100萬上下來做操作的話 累積下來 一個月幫自己加薪個個十百千萬十萬 加薪個十萬以上 加薪個六位數以上 絕對不是不可能夢想 而且這些都已經穩穩的 放在口袋裡來 接下來我們就是利用成功的 複製成功的模式 要繼續的來幫會員朋友 六月份要開始了 來創造同樣的一個創造收入的方法 當然如果說投資朋友 也認同我們的理念 也想利用快打當衝作戰 在這個現在疫情緊繃的情況之下 我知道很多人收入都受到了影響 那怎麼樣能夠去這地方 擬平收入 當然我們利用快打當衝 幫自己加薪 不就是最好的方法嗎 認同我們理念的 也想利用當衝幫自己 多創造一份收入的 都歡迎大家 接下來的行情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 回來繼續來談到這個盤勢 上個月當大盤指數 衝高到1萬7的時候 就已經提醒過大家 關鍵的4月 雖然還是有機會再創新高上去 但是進入危機的5月 要小心在嘎完空頭之後 常常就會有一波反手殺多頭 結果不殺則已 在本土疫情爆發之下 5月12號那天 甚至創下了史上最大的單日跌點 1417點 那天殺到15156 那跌下去那天跌最重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了 那台北股市最好的狀況 當然就是利用這樣的利空急跌 又有機會呈現新一波的上漲 關鍵就在台積電要來帶頭了 那果然台積電 那一天股價518塊 爆量流下氧線 我說短線醞釀反彈 中期回檔24%了 也差不多達到滿足點了 結果台積電就從518塊 開始一路的漲 漲到今天這地方收盤來到597了 好 但是台積電帶著指數 今天收盤來到597 大盤指數也又佔回到1萬7000點的時候 然後這行情還可以這樣繼續漲上去嗎 提醒大家這裡先停看聽一下 我指的是指數的部分 好 那為什麼呢 好 再提醒一次 那現在指數之前是下跌了12天 反彈了9天 那我說過這個禮拜上半週 原則上還是有機會繼續衝高上去 但是到了下半週 這個地方下跌12天 反彈9天之後 下半週時間對稱之後 如果過不了左邊這個高點 接下來又會怎樣 又會輪到空方空盤 當然要化解的話 台積電必須要至少站上6次頭 目前還沒有 所以台積電如果站不上6次頭 反彈碰到季線開始下去 那就要小心大盤反彈到這裡 又會在下半週拉回來 可能要再徹底一次了 好 那更要去注意的是 那之前這一波急跌 是因為本土疫情的爆發 當然這個部分我也講過 影響已經逐漸的淡去 那接下來如果要再跌 就要小心國際股市的部分 尤其美股 最近通膨的壓力越來越大 美國FED也開始考慮 要收縮資金 那過去這一波 近年的一個股市的 一個美國股市的大多頭 大家也都知道 靠的是FED 拼命的印鈔票帶動 那如果說FED 你不再拼命的印鈔票 開始收縮資金 那你覺得這個行情 美股再來會怎樣呢 已經越來越多的這地方 美國所謂的華爾街的專家 在說美股要暴跌了 有人說會跌個40% 有人甚至這地方認為說 接下來會閃電崩跌 最終跌幅可能達到80% 當然會不會跌那麼重 我不敢講 我只說這個部分 萬一美股殺下去 你覺得台北股市 是會這地方 能夠獨善其身嗎 不會 一定會收到波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風險 要不要去顧好 當然要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怎麼辦 我們要掌握賺錢機會 可是還是要去顧好風險 所以我才會再三跟大家提醒 其實最好的操作策略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因為我們的快打當衝 講求就是盤中滿手 賺了就走 盤後空手會讓你高枕無憂 盤中滿手 我們不用去擔心措施行情 但是有賺沒賺盤後一定是空手的 換句話說 我們完全不用關心美國股市 會不會大漲哪一天突然暴跌 萬一美股暴跌 你手上爆了一堆股票 你想說到時候再來砍嗎 來不及 很多時候美股暴跌 台北股市直接跳空沙地下去 你可能不小心一砍就砍在地板 都有可能 對不對 不砍就趴上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你常常看到美股暴跌 你就爆了一堆股票 不知道該如何是 甚至失眠整晚 做股票做得好辛苦好累 可是我們都不會 因為盤中滿手 盤後一定空手 這樣才能夠有生活品質 早上賺了錢 今天跟著憲童老師 當衝做一趟8046的南電 有沒有 一早325以下買進 拉高上去 332.5以上賣出 7塊半的價差垮起來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 四張一定今天幫自己加薪個3萬塊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 美股會怎樣 跟我沒關係 對不對 雖然現在下午不能去逛逛街 不能去喝個下午茶 但至少能夠幫你多創造一份收入 讓你能夠維持生活品質 晚上睡得還安安穩穩的 這才是最重點 這才叫做生活品質 而且快進快出之下 你會看到 我們會受到大盤趨勢影響非常的低 光看這個月 大盤指數在5月份是怎樣 是先狂跌2500點 然後又急速反彈1000多點 你會看到 哇 這地方手上很多股票 當時套在高檔 可能砍在低檔 或是反彈也還沒解套 或是這一進又去追航運股 可能又套勞 怎麼辦呢 對不對 可是我們快進快出 完全沒受到影響 這個月指數暴跌又暴場 我們穩中求勝 累積戰績11勝6負 累積投包率盈虧相抵超過了20% 仍然能夠穩中求勝賺錢 重點是操作靈活 因為我們隨時可以先買 也隨時可以先買 避免了股票在那裡 報在那裡 越套越深 越賠越多 變長期套勞 我們都不會 也不會放空 哎呀不小心又被嘎到 我們都不會 我們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 錢還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讓你資金靈活運用之下 天天掌握賺錢機會 所以我說 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對不對 當然對大部分投資人來講 可能沒有時間看盤 或是更多人看了半天 然後就只是知道 現在股票誰在大攤 在大敲進在急拉 想說這樣跳進去跟著買 運氣好賺個幾百塊 一兩千塊的零用錢買菜錢 運氣不好就套在高檔 就凹著想等解套 然後常常到最後 有賺幾百塊一兩千 一賠凹著想解套 解套不了變重傷變大賠 到最後反而賠更多 怎麼辦啊 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 所以我們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來加入 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不要在自己為了生小錢 胡亂吹高殺低 亂做一筒 跟著憲榮老師 按照專業的SOB 每天觀察盤式 攻擊盤我們做短多 像今天我們也做短多 對不對 整理盤我們做短空 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攻擊盤做短多 我們找大戶進貨轉殘的股票 整理盤要做短空 我們找大戶出貨要轉弱的股票 並且在確認轉折時才果斷出手 最後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當天帶你進 一定當天帶你出 絕不做凹單動作 就是這樣長期下來 才能夠穩中求勝 幫你掌握賺錢機會 對不對 今天不也就是這樣子 5月31號南電 大盤開高收高 我們鎖定了南電 其實之前就跟他提到過很多次 今天大戶再度洗盤 再度進貨 轉殘訊號出現 短多進場 對不對 早盤325買進 拉高上去 順利的332.5以上賣出 最高還有來到335336 我們至少7塊半的價差以上 4張至少又3萬以上 賺得更多 恭喜你 但是我們就穩穩的這樣子 掌握到賺錢機會 已經七連勝了 對不對 整理盤我們做短空 像上禮拜五 不是已經跟大家講 生技股當大家看到 好多公司大幅度獲利成長的時候 人家大戶已經開始要出貨 很多時候股價你看到前一天鎖漲停 都是隔日沖大戶 隔日沖大戶前一天鎖漲停 隔天開高 吸引散戶去追 人家就反手出 出完轉弱訊號出來 我們就轉空 對不對 那天賣在105.5的 殺下去 102.5以下買回 最低還要到98 至少又是3塊以上價差 10張又是3萬以上 一天幫自己加薪3萬以上 又扔起來 這一波以來 我們已經七戰連勝 5月份累計11勝5負 持續努力在幫會員朋友 掌握賺錢機會 盈虧相抵之後 累計投包率超過20% 等於這個月大盤重挫又反彈 我們穩穩的幫會員朋友 創造了很多5位數 6位數的一個加薪機會 絕對不是不可能夢想 我們會繼續努力 當然為了幫助大家 我們知道這個月 很多人的收入 都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 受到了這地方 很大的一個波及 怎麼辦 所以運達投顧 為了要幫大家 共挺時間 特別推出的鄉挺 只要5再加1 利用最低的門檻 希望能夠幫你利用 快打當衝作戰 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提醒大家這個鄉挺的活動 無再加一 今天是最後一天 錯過了這一次 這地方不知道 在等到什麼時候 盡情把握最後機會 休息時間 就歡迎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運達投顧 防疫大作戰 共挺時間 鄉挺家5再加1 鄉挺家5再加1 最後一天 說話專線 02 2781 0909 2781 0909 運達投顧 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 2781 0909 2781 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這兩天感謝很多投資方法 在打電話進來 在詢問憲榮老師的 極品操盤團隊的時候 有投資方問說 憲榮老師你這一波 已經在地方6連勝了 當然加今天已經7連勝了 那是不是可以保證說 每天他不喜歡賠錢 多多少少沒關係 少賺就好 這地方都能夠穩穩的賺到一些 讓他每天有安穩的收入 這樣持續賺下去 如果可以馬上就來加入 那憲榮老師要再三強調 再厲害的操盤高手 也不可能保證你天天都賺錢 因為那叫神話 神棍才講的話 再厲害的操盤高手一定有看對 也會有看錯的時刻 但是重點是 你長期下來要成為贏家 不是要去奢求穩賺不賠 百戰百勝 那叫神話 你要講求的是 當你看錯 你要懂得控制風險 小賠就馬上跑 不讓大賠發聲 然後當你看對 有時候小賺 有時候大賺 長期下來穩扎穩打 搭配了資金控管做好 搭配足夠高的勝率 這樣才能夠成為贏家 對不對 所以憲榮老師要強調 我不可能保證你天天都賺 但是我也給你別人 沒有了四大保證 哪四大保證再強調一次 第一跟著我做當衝 當天帶你進 一定就是當天帶你出 沒有那種賺了錢叫你衝掉了 看錯的時候 就說改放波段 其實是在叫你凹單 我們絕對不做凹單動作 當天帶你進 就是當天帶你出 第二個保證 每天最多只會有兩檔當衝股給你 所以我不會給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設非標 不會帶你殺進殺出幾十趟 更不會爆了一大堆股票 只拿賺錢的出來講 我們每天都城市報告 每一筆操作 第三個保證 每個會員哥收到的當衝股 都會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會員朋友 跟著憲榮老師墮章衝 也就只有一檔8046的南電 沒有其他的股票囉 所以第四個最重要 如果節目當中秀的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的不一樣 老師當場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你看今天如果有會員朋友說 不是收到8046的南電 不是先買後賣 賺了這一趟 各位投資朋友 憲榮老師當場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就是要給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 誠信保證給你 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繼續堅持 堅持不說謊不騙人 誠實報告每一筆操作 我只求緣分到了的時候 認同憲榮老師理念的 認同憲榮老師所說 指數在歷史的高檔 隨時爆起又暴落 只有快打當衝盤中滿手 賺了就走盤後空手的操作策略 認同我們的 也認同憲榮老師這樣 每天誠實報告每一筆操作的 都歡迎大家來找我們 一起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所以我們會繼續堅持 每天這樣子 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計畫內容 提供大家最多兩檔當衝股 一天最多兩檔 正常來講都是一檔 一千多檔 兩千檔 我只找最有把握的一檔 頂多兩檔給你 清楚的告訴你要先買 還是要先賣 清楚的提供進廠價 預設停損獲利目標 所以進廠的時候 就先幫大家把風險控制好 這個價格到了 我們簡訊通知你 沒時間看盤 老師幫你看 沒有到或是需要修正 當天帶你進 我們一定當天就帶你出 絕對不會做凹單的動作 就是這樣的原則之下 我們就這樣子看到 一定不可能天天都賺 像上上禮拜四 5月20號 我們操作長榮做短空 這地方早盤 76.5到77之間 先做賣出 停損碰到78 定在78 後來 碰到了78塊的停損 觸及停損 二話不說 市價就通知大家買回 培個大概1塊2多一點 對不對 我們馬上就出 萬一看錯 遵守紀律 絕不凹單 但是看對的時候 看錯小培個1塊2 看對的時候 5月21號 南電8塊以上價差 4張3萬2以上 上禮拜一 新光鋼先賣後買 1塊半價差 20張又是3萬以上 禮拜二中鋼先賣後買1塊8的價差 25張又是4萬5以上 賺大的 對不對 金豪科那天小賺2塊 8張小賺個1萬6 惠陽先賣後買 那天15張小賺個1萬左右 對不對 禮拜五台藥 又是3塊以上價差 10張又3萬以上 今天南電七連勝 繼續的幫會員朋友 掌握到7塊半以上價差 4張又是3萬以上 就是這樣穩紮穩打的方式 要幫大家利用當沖 多創造一份收入 5月份很多人幫自己 加薪了5、6位數了 6月份要開始 也想利用當沖 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運達投股 共體時間 相挺5加1 今天最後一天 歡迎殖民加入 由我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一起來 征服骨骸 共創雙贏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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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